Charles出生于台北,在美国长大,曾经是冰岛一家甲织公司驻上海处的寄师。 2013年5月,廖志在上海参加一档舞蹈节目,为了找到一副能跳舞的甲织,就来Charles所在的公司咨询,当时负责接待的就是Charles。 两人迅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八个月后,他们在温哥华等级结婚了。 八个月后,他们在温哥也认为了讲述。 对我手起来 谢谢你 你追过我的丈夫 那个时候我们俩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 他其实是蛮谨慎的 就是我要先确定我的情感 因为我一旦付出之后 就应该是会结婚了 又想过一些 就是如果我们都老了 要怎么照顾他 可是这种都是一瞬间过了 就觉得其实是未来的事情 未来的事情其实没有人能够控制 我能够就从女性角度多问一句 如果换另外一个女生 你可能不需要花那么长时间做一个决定 如果不成的话 我还可以离开 但跟他在一起 你认为你需要特别的谨慎一点 在一开始 我不是想着说我还可以离开 或者不能离开 就是确定要跟一个人在一起 就没有离开了 就不管这个人是谁 我都要花这样的时间去决定 我是否跟这个人在一起 因为这是一个很谨慎的事情 对我来说 虽然只是交往男女朋友 可是如果不是走向婚姻的方向的话 那其实就是另外一个方向 谢谢大家